他问一个问题,禁了吗,还没有跟你讲这个主题之前啊,跟你讲个小话 有一位姐生,上学校去,迟到了 那个训导主任在门口等着他,就说 小明,为什么你迟到了 小明就回答那个训导主任说 因为路上有一个路牌 老师就说,什么路牌,让你走路走那么慢 因为那个路牌写着前方是学校慢行 所以我就慢慢走,我不敢走太快,所以我迟到了 所以圣姐妹,学生啊,从一个小学生他就懂得找借口嘛 迟到有很多借口啦 所以圣姐妹,我希望你不要说前方是教会 所以我慢行,我迟到才来啊 OK,我们回来今天的话题 主的日子进了吗 我要给你review 上个影片我们所讲的那个话题 我给你看一个短片 谁能帮助我啊 帮助我一下好不好 我感觉从一个大幅上 我走在 difer爽口里面 我一个说的 我听的比食吧 我可以拍摄了 我可以拍摄了 我给你拍摄了 我再拍摄了 我看摩喉 我再拍摄了 你得然是吗 让它们坐 可以我暂停 我们站滚 开大 开到最大 拉它上去 可以让它步行 你是没有声音 我们从今来挂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 打印过你 跟你讲说 将来的日子 我们会有 没有在用 现前的 每一个人都有自录 那个晶片 然后你额上要有666 现在已经开始了 你看这个短片 看这个总统奥巴马讲什么 看你会不会被吓到 我们从今来看过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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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间 因为主必庆自降临 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上帝的好睡想 那在基督里死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见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活彼此 劝勉弟兄们 论到时候日期 不用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同姐妹 耶稣说 这里保罗说 耶稣好像贼一样的来 耶稣会再来吗 耶稣肯定会再来 他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 其实哦 当保罗说他好像贼来一样 是一个很不好的形容词来的 但是他实在没有办法 找任何比较贼切 怎样形容给出来 你家有路贼过吗 我不知道 我家路贼过 贼没有说三天后 十二点十五分 然后我会用后门镜 请你注意 有贼这样跟你讲的吗 有这样的嚣张的贼吗 我还没有看到 贼是偷偷摸摸的 你没有想到的时候 他来了 你以为你安全的时候 他来了 主耶稣来的时候 是你万万没想到 哎呀 不可怜啊 不可怜渣啊 不可怜渣啊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 还早啦 可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 跟我死过后 可能我的子孙才有啦 当你想到不可能的时候 耶稣来了 耶稣来 要好像贼一样的来 OK 我们现在下去 我们看一个video 应该是 还没有 还没有 sorry还没有 OK 然后 主的日子 是指什么呢 圣经讲 日头要变回黑暗 月亮要变为雪 这都是耶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味道 已先 日夜昏暗 星树无光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要变黑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祝天知识都要枕栋 所以因为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有一个预兆 就是指头要变 O O 之后 然后月亮要变雪色 这个礼拜我没有办法给你看这个影片 我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我才想到 哎呦 家庭如果不能讲到 讲到complete 我就分两段 下次你给你看 那我们的智头 我们的太阳现在怎么样了 还有月亮怎么样了 下星期 如果你能够叫朋友来 让他们去看到 我们世界到底到底发展到怎么样了 我们看next 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 主的日子就是耶和佛大而可畏的日子 主的日子就是那些日子 那些 哪那些日子 就是智头要变黑 月亮要不放光的日子 就是主的日子 下星期 我会给你看太阳已经到怎么样的程度了 月亮已经到怎么样的程度了 我看现在就是一个比喻了 还没有 sorry 所以主的日子有什么 OK 有这样东西 主要来的日子有这样东西会发生 第一 第一 死人复活 第二 全球大黑暗 OK 太阳不放光 月亮变雪色 然后 最大的太阳 啊 最大的灾难 也是下星期 我会告诉你 这多大灾难 是有多 有多大 有多 有多难的灾难 OK 我会跟你讲 然后 耶稣再来 最后 耶稣把我们 借种 OK 我们来看 这应该是明有了 但 当 耶稣 会坐在山上上上上上的 沙子 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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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会说 祂的 祂会说 祂会说 永遠都會開始了 永遠還會開始了 永遠都會開始了 永遠都會開始了 情緒和今會開始了 如果這些日子還沒開始 並非暫時會開始 再會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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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會開始 所以我們會開始了 天空的屈骗 你通过这些事情 你也知道 那你几个字 那你几个字 我还 NEGOR 很多人 至于这些年轻的 这些年轻是尊重的 不太刺激 所有的事这些事 都没变成 我们会不会发生的 我会员 又会不会 它是这些 就是你 你必续 现在 我 你柔究竟它 噢 你只能在家裡 那就是我們 可以在明天 你只能在看 因為你沒有人 你會不會在明天 你會不會在明天 謝謝 開燈 要不要看不到你 感謝主 很刺激啊 這只是一個騙動 下個星期會給你看更多 所以你看到一些騙動 我讓你搞清楚 有幾個部分是不可能的 不會用大水沖泥 那個是不可能的 那是沒辦法 用整個騙動不能把他沖泥 但是 地球是怎樣毀壞的 你可以看得到是 有火 到底是從天降下燒 還是自我爆炸 我們下個星期來看 大概是這樣 用15分鐘不能講太多 我們繼續看戲 接著 OK 我們講耶穌 既然基耶穌會再來 我們要了解 做基督 你不要摩擦著 耶穌要怎樣來 耶穌要做UFO來 真的有人講的 不是我亂講的 耶穌坐在另外一個星球裡面 他坐在UFO來 到底耶穌怎樣來 耶穌也告一告你 告訴你的 他要怎樣來 我們來看耶穌這樣做 耶穌要怎樣來 就能了解釋一切 為什麼要有大黑暗 耶穌還沒來之前 一定大黑暗 剛剛我講的 日頭不放光 音量要變色色 我們來看一下 當人子坐在他 榮耀裡頭 這一見聖徒 聖天使降臨的時候 要坐在他 榮耀的寶座上 耶穌對他們說 你說的是 然而我告訴你們 後來你們要看到人子 坐著那全能者的右邊 架著天上的雲降臨 耶穌要怎樣來 耶穌不是坐雲 好像是猛工這樣來 聖經講得很清楚 他坐著寶座 也不是好像有些 霍徒他來的時候 是站著來的 都是錯誤的 耶穌講得很清楚 他講清楚 他坐著來 他坐在榮耀的寶座上 為什麼我這裡有 兩次講到榮耀 榮耀 因為全世界都會暗了 Imagine 全世界都會暗了 太陽也不放光 夜量也變成水色了 全世界都活在黑暗裡面 活在那個 當沒有黑暗的時候 會很多事情發生 包括搶劫 包括很多的黑暗的事情發生 那時候很一切的混亂的時候 能搶人 能殺人 能製造很多的謊放的時候 躲在黑暗裡面害怕的時候 上帝用祂的榮耀獎領大全力 全世界 聖明講 All I shall see Jesus 所有的遠目 全世界的人都陽光 從一個大光來 耶穌就這麼降臨了 我看那麼多的世界末哲的戲 我還是覺得最厲害的導演 是上帝他本身 在很高潮 很高潮底 高潮跌起的時候 全球大內暗的時候 那時刻 人家以為沒有盼望 完全沒有 事情盼望 我慘了 我逃不過 我躲不過 耶穌就出來了 这个是一个最漂亮的一个导人 这个导这套系只有上帝的会员能够导 我们接下去看 Next So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系统 才能够帮助你这个世界的次序 很多人把次序颠倒了 所以他就误会常常算出来 就是耶稣计时到计时到 这个系统里明白了 这个事件的那个次序里明白了 你就知道耶稣你几次来了 第一 圣经跟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 必有大灾难开始 大灾难之后 所有的灾难已经到了 世界的灾难 到了景点 到了很大的灾难之后 就进入大黑暗 大黑暗呢 上帝主耶稣以他荣耀的样式降临 我们就看到死人复活 然后我们这些性格的灰体 整个事件 世界末日的事件就这么样行 第二 圣经在七十路有讲到 打开第五个印 第六个印 所以你要读七十路才能明白在讲什么 然后第五个印是讲什么呢 是讲到大灾难 第六个印也是一样讲到大黑暗 你看 所以呢 其次看到的东西 就是跟耶稣所讲的东西 是一模一样没有冲突的 主的日子 他也讲到耶稣降临死人夥 所以你明白这个系统 下个星期我们来看 什么是大灾难 大灾难有多长 大黑暗有多黑 我们向你的谈 耶稣讲到世界末日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二三 耶稣在暗暗三 暗坐着 门独暗暗的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问他有什么预兆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 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进弯 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海绵岛 民要共打民 国要共打 国多处必有饥荒 瘟疫地震 这只是苦难的起头 现在请问有饥荒吗 你有在马来西亚 非洲有吗 有人 现在很多的问题 就是人口不断的增加 全球有多少人 现在七十亿人口 联合国处理有两个棘手的问题 第一就是死水的问题 莫菊 第二就是粮食短缺的问题 激化 然后这个数字 我下期节目给你 每一天有多少个人 因为没有饭吃死掉 所以要讨命了 知道吗 有瘟疫 有地震 这些只是灾难 苦痛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没有 若不减少那些日子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选民那些日子 必减少了 上帝为了我们 把这个苦难减少了 所以那些说 哎呀我们耶稣来把我们 借走我们 不用面对大灾难的 是错的 如果 他说 未选民的掩护 那些日子减少了 如果 我们不用面对大灾难 就不用减少了吗 都借走了 所以 再前提的人 相信 就是大灾难之前 上帝就把我们提走 你借走的说法 是错误的 若不减少那些日子 凡有血气 总没有一个得救 只是为了谁 血 你大概讲血明 血明 谁是血明 你和我 那些日子必减少 所以 你逃不过的大灾难 你跟你他们讲 你逃不过 你逃不过 OK 不是我向你 但是是神的过影讲 如果你不准备要赐苦 我很抱歉要告诉你 将来会有很大的苦 大灾难要拧打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一 二三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要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中心要从天上坠落 祝天之士都要枕动 那时人子的灶头要显在天上 地下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到人子 有人力有大荣耀 下个天上的云降临 这样 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 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这时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飞去 我的火却不能飞去 来 一二三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部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事 哪个时辰来到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圣经讲 这些我讲的东西已经 实现了 它发生了 所以你也该知道 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 那我们做今天我们该怎么 我们要警醒 大家警醒 警醒 然后我们也要怎么 也要预备 大家预备 预备 预备 接下来 我们要预备 到底基督徒 可不可以给我们 遇到的日子 跟着信仰 和避体上天 也许话 可以完全遇过 所有灾祸 哪在基督律 死了的人 必先奉活 以后我们 者会召唤全流的人 必和他们 一同被看到混雷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 永远同在 这个被看的情景 有些人认为 会在巨大灾难之前发生 因为在提示录里面有变述 有些人预计 会发生在七年大灾祸的中段时间 也有些人认为 将会在大灾祸之后发生 在提示录里面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 牙着谷 并有冠冕此与他 他便出来 识了又要识 定基督 在每日大战里面 四位骑士之中 最适出场面 意味着半日的来流 跟着我三位骑士 将会展开 那么多恐怖的事情 在提示录 揭开一至四个空间的时候 基督徒 他应该在世上受难 定也还在我之前 机会再来 但信仰和他一起上天 虽然上帝没有告诉我们 他计划多少时间 但是他在城堂里面 讲了我们必须才到的事 就是大灾难 啟通在滑日倒数的时钟 而最后就会出现 哈维加多个滑日大战 他计划滑日大战的战场 会有二万万人 即是一亿的士兵 一本马给他来听 他听到士兵的数 现时新疆唯一 会有那么多士兵 有两名战责 两亿人有国家 就只有中国 究竟我们距离上帝奇妙的 拯救计划还有多远 耶稣亲自跟我们说 他都不知道 只有天父知道 你是不是已经 对先知语言的事 早有准备 你是不是借助相信主耶稣 还要收复和上帝的关系 你是不是能够 懂事活役的警报 虽然哪日子哪时神无人知道 但是我们肯定的是 光明到全能的上帝 必会再来 二人将会永远和上帝同住 一边就开灯 所以在教会界里面有议论纷 有很多的看法 说我们这基督徒会被提是肯定的 但是怎么样被提呢 是在大灾难之间 所以我们就 刷卡车走来 无数 无几点 无凶掉 免掉经济康 免掉 什么都不用 不用 预见 可以走了 林一种的时候 这个大灾难甚至已经算出 已经 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 大灾难的阶段 总共有七年 这七年里面呢 在我们要经历一半 三年半 中间耶稣把我们借走 这叫灾中题 刚才我讲的第一个就是灾前题 另一个 最后第三中的就是灾 或者你要经历七年的大灾难之后 耶稣来把我们提走 我个人 相信 我读圣经的感动 我们要面对七年大灾难 一点也 一个字子 也不能减少 其实上帝减少了 若不减少 他不只是七年 七年就会看出那时候 哪一个是谁 是真正的基督 有人一开始就出卖耶稣了 为了要交易 是把今天置入 额头也置入今天 为了要 哎呀 能受大灾难吗 我们这些义人就是信耶稣的人 不用面对大灾难吗 你看 圣经讲 耶稣讲 灾难是对我们好的 是应许来的 一二三 我将这四次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生了世界了 圣经讲 也就是说 你在世上有苦难的 不会满路美规话的 不会路走路爽的 好像你来毕丽这样 不是的 你不是潇洒走一回 不是叶庆文唱的 潇洒走一回的 你在世上有苦难 好 接下来 而且苦难是有益的 大家有益的 有益的 有益的 但卢子就在患难中 也要万万世几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这是保罗讲的 然后再看下去 约翰也是这样的 这样受苦受难 因为他立了一个版面 我们一起来读 一而来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我都忍耐你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 并为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 约翰也是为耶稣受苦的 我们接下来看 最后一个经文 OK 斯梅拿教会是这样讲的 一二三 你这样要失灵 你这样受的苦 你们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尖里 叫你们被失灵 你们必受患难十字 你不要自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观念 圣经讲什么 你们不要自死忠心 意思说 你受苦不只是受苦不了 甚至你要赔上性命的 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所信仰所强调的一个信息来的 为什么我们要费十字架 很多人要信耶稣 但是不费十字架的 那信耶稣 不费十字架的基督徒 你们有获了 因为将来你要面对的苦难 还要难 还要难 还要苦 所以结论 主的日子净了吗 你自己讲吧 我相信你心目中已经 我讲的这么恐怖 也不是我讲的 可能是圣经所讲的话来的 你自己 自己酌量吧 那我们站立起来